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有沒有聽過身邊的駕駛人說話 駕駛這麼舊一點都不環保的 你有沒有聽過 有時不為意就找到前面的駕駛 又要環保又要安全 我們見到學會就做了一個系統 一次過滿足你兩個願望 真的 是真的 不如我們進去看看 這架是裝了自能減速儲能系統的無限巴士 這架巴士前面有一個感應器 和有一個車道吸引的氣 這架車可以一應不同的情況 而自動減速 那個系統怎樣都可以 當車輪到赤駛的時候 那個系統就會自動減應條路的赤駛 接著就會計算出合適的車程度 之後就會按使用者的駕駛習慣 慢慢減速 這樣就不會換成駕駛駛一駛 而在這個過程之中 我們就會將這些電源 儲存到達到一個超級別的用途 另一方面 這個感應器在這裡 你自動感應 要前面的物體一距離 這樣這個系統可以 當下到前車子 自動保持前車距離 還有在前面的一項 我們可以使用自動減速 然後再加速 對 有些朋友說 沒有安全的 那你何時做過系統的 我們就是在10年9月開始想這個概念 當時我們就用這個 製造了一輛車出來 去示範我們的系統 這輛就是我們第一代的車 到107月的時候 我們就用這個 汽車模擬的禮盤 開始製造這輛車出來 你們看到這輛車 就是我們新製造的第二輛車 另外 Toyota最近 一個月前 送了一輛新的智能機 當中的功能和我們的功能 有於相似 終於證明 我們這個系統是很肯的 那你們這個系統 有沒有拿過獎 那當然就有了 我們在卓越科研創新大賽 拿過優異獎 同時這個系統 亦都在香港國際科學展覽 拿過這個童獎 而最近那個被老國際科學展覽 我們亦都是 能源國文書 和電腦程式 這兩個萬籌 拿過第一名 嘩 嘩 你真是很厲害 好想有這麼有意的東西 那我可以怎樣做 你們可以加入我們的 目標高科電腦學會 那呢 我們的基地 就是在錄音室的 那你們可以在 逢星期三、五的放學 上來找我們 留下你的名字 班學號 那我們就會跟你們 一起討論一下 電腦世界的樂趣 一起來 加入吧 過二 一篇 分析 解唐 點 點